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街訪 內容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張榮發基金會 是有做了一個重大新聞事件 過去2020年 大家最關心的這個新聞排行榜有哪些 那麼第一名呢 就是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民眾非常在乎 第二名呢 當然就是美豬牛即將開放進口啦 也是大家很關心的焦點 第三名也就是中天被迫關台的事件 那麼民眾對這個排行榜的前三名 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在就來問問看 我覺得疫情是最嚴重的 因為真的 應該很多行業都有被影響到 包括新聞廳 然後我覺得豬欸 萊豬 因為還是會怕 因為我愛吃 就偏偏有命 就這樣要怎麼辦 我是小老百姓而已 就是萊豬的部分 就是影響整個台灣很大 那就是中天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真的覺得不知所措 對對對 就是有一點 違反民意吧 就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中天跟疫情是兩個比較大的 中天關台好像就是弄得還蠻大的吧 就是說什麼有換照的問題 但其實好像也不是很 沒有說得很清楚說是為什麼這樣子 新聞事件不是這三個 但是你認為今年最大的 Coby吧 我很難過 我覺得是小鬼的事情 對 Coby跟小鬼這樣子 就是今年有很多的名人 都是 還有國內外的各大名人是國師 還有我們台灣的那個 現在可以看電影 在美國不能看電影 我還蠻自豪的 因為像那個聲音女超人 在美國只可以看HBO 我覺得台積電還很強 就半導台灣半導體這件事情 還蠻就是蠻令人振奮的吧 問完民眾的看法呢 的確是可以發現 大家關心的重大新聞事件 前三名第一名 除了大家最感受很深的疫情之外 第二名跟第三名 萊豬跟中天事件 的確也是人民心中 覺得今年最最有感發生的事